一只人口言 對日空空一年 啟用了過 和清晰台灣出水量最大的水口 不過他必須一只店 愛料理受200多公斤的農地沒有水堂灌溉 一十年來 農民都是自己抽水來用 不過最近抽水機 算是一載到柴套 合格在雲林農電水理會 過程紅國庫中心了過 積極跟一只店公司 總統統統統統合作 被趕緊解決愛料農民的灌溉湧水問題 對著在地代表頂農會的腳步 來到維在一隻南方園北方聯絡水道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已經海棄的抽水摩打 因為是買好的抽水機 一直比柴套頭拿走 農民順利參與 協議又需要抽水灌溉湧電 因此再度由雲林農電水理會 邀請指定公司頓統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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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 我們水是蠻難取得 要不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抽水 抽水馬打在抽 可是我們這邊的小小比較多 我們就市場東西會丟掉 所以我們才拜託水利局 我們一般 我們農業是走向老人化的 給我們最簡單的方式 跟我們解決這樣 尤其在在水頭 經驗沒有水頭用 對農民來說 這是很服刺的一件事 也是一個很農業 很不進步的國家 農業的要走向靜置 這是一個非常諷刺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經過我們今天的一個整合以後 我們絕對能夠在短期內 把這項工作來完成 我們這個田寮里這邊是非灌區 那今年剛好洪國號會長 他擔任會長的時候 我一次的機會再跟他陳情說 會長我們這個田寮里的時候 非灌區裡面的灌溉用水 真的沒有辦法取得的時候 農民都是在藍河岩上面 在抽水在用 實在是很不方便 為了兩早來解決問題 我們林農電水理會代表金管表示 將會配合農民的訴求 只要是一項工作 代表農民來出賓 向立委羅美人提出項情案 以行見水塔來作為最終的目標 會看來講的就是 其實政工作 羅立委這邊 是有意思要處理地方 一些用水問題 所以水利會這邊會全力做協助 因為我們會長特別教在說 有關水利會推展漢灌 跟水塔的部分 水利會這邊來做協助 用地方免的 麻煩金子政公所這邊 全力來協助 我們公所就是會統計 所有受到影響的這些農民們 他們總共的土地面積有多少 然後在我們預定施作水塔的地點 我們來釐清它的土地的權屬 是屬於公所 中水局還是哪一個私人 然後來取得這個土地的同意 或者是圍管 那之後呢 我們會來陳情到我們羅美 立法委員辦公室這邊 那再有請他來發文給我們的 雲林水利會 以及農委會跟水利屬相關單位 來協助我們來建設這個水塔 一隻南方言好稱是台灣出水龍最大的水口 但旁邊有200公斤的農店 居然幾十年以來 無法進行出水灌溉 好加在新陳情的水利會中安國好 甚至來啟動改革方案 大家都記得好消息 記者機門訊息 先 confidence